我叫伊诺克·亚德兰 出生于美国弗尼吉亚州 是一名普通大学生 妈 我回来了 今天烧了你最爱吃的鸡肉哦 每天都和家人温馨地生活在一起 非常幸福 直到那天 妈 这枪放在这里太爱事了 我把它收到仓库吧 伊诺克 要小心哦 某个雨天 我准备把散弹枪放到仓库 却没料到一场意外 夺走了我的一切 没想到 散弹枪竟然走火了 而我也失去了意识 当睁开眼睛时 已经躺在医院 但不知为何 感觉呼吸困难 到底发生了什么 虽然听到身旁母亲的哭泣声 但我仍旧不能理解发生了什么事 一个多月之后 病情稳定下来 我认识到了现实的残酷 鼻子 脸 下巴 嘴巴 舌头 牙齿 没了 都没了 虽然捡回了一条命 但却失去了我整张脸 在我失去意识的这段时间里 进行了三十次以上的面部修复手术 但是 脸上只剩眼睛还能用 太残酷了 再也不能正常吃饭说话了 我只能发出不成言语的乌叶声哭泣 迎来出院的日子 但家人却陷入绝望的深渊 别担心 我们一定会保护你的 妈 我现在连回你话都做不到 失去了脸的我 今后该怎么活下去呢 本来快毕业的我 从大学退学 出门 要是这张脸被人看到的话 光想都很可怕 从那以后 我在十五年的岁月里 几乎都在家里度过 必须要出去的时候 只好用帽子和口罩把脸遮掩起来 但是 喂 你很可疑 把手举起来 怎么办 我说不出话 几乎每次都会被警察叫住 还曾被当成小偷 当脸被毁掉的同时 我也失去了普通的生活 我为什么还活在这个世上啊 就在我失去活下去的勇气的时候 我的人生出现了巨大的转折点 那就是和面部修复外科医生 爱博拉姆的相遇 被毁掉的脸 是可以通过面部移植手术重生的 但也同时存在风险 成功率最高只有50% 而一旦手术失败 就可能危及生命 这个提议给了我很大的冲击 相比于现在犹如尸体般的狗祸 还不如赌一把 虽然有可能会死 但 就算是这样 好 那我们来详谈吧 为我提供脸的人 毕丹 那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是为民教彼得 因交通事故而变成植物人的青年 和原先的我一样 都应该是个享受青春的大学生 如果能将彼得的脸 提供给另外一位患者的话 能够拯救他 不知道你们能否同意 要是我儿子的脸能够救他的话 明明他们自己也沉浸在痛苦之中 为了救我 竟然同意捐献器官 终于 手术要开始了 现在开始面部移植手术 对重获新生后的憧憬 以及对死亡的恐惧 这两种情绪充斥着我整个内心 这个手术是从彼得的发际线 到锁骨附近的皮肤切下来 再把皮肤贴在我的脸上 这是个大规模的手术 长达36个小时的手术后 手术很成功 你就期待着 拆下绷带的那一天吧 手术非常顺利 而我身体也无大碍 一个月之后 妈 脸 我有脸了 太好了 真是太好了 你坚持下来了 我的脸上除了眼睛以外 都变成彼得的样子了 因为有了鼻子和嘴巴 妈 这个真好吃 那就好 也终于可以吃饭了 虽然味觉和嗅觉上 还有一点障碍 我去开门 今天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大家好 初次见面 里面请 你好 今天是第一次 见彼得的父母 以及他的姐姐阿碧 我的脸 是他最亲爱的弟弟的脸 彼得 你还在这里呢 希望通过触摸我的脸 阿碧能感受到 他弟弟的存在 我就很开心了 从那以后 我和阿碧一直保持着联系 要是能够慰藉阿碧的内心 无论花多久时间 都不算什么 真的很谢谢你 彼得 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在人类瑕疵大学 之后会不断继续研究 人类的问题与bug 如果感兴趣的话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其他视频也敬请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나 supporters φο